歡迎收聽 阿龍開槓 這個咬字稍微改一下 阿龍開槓 林佳龍找來福隆 往事議員王世堅 一起錄Podcast 大談對首都的願景 臉書上再發首都願景的十二門客 用行動告訴大家 他要選首都市長 偷襲了一半不能回頭 任何的市政是延續的 所以有時候 呈先其後也好 有時候就是要做很多 心力除弊的事情 在台北最重要的是說 台灣最精英的人才在這裡 那他怎麼樣作為台灣的首都 然後讓世界看見 而且是喜愛我們 不過林佳龍的堅持 卻讓黨內高層傷透腦筋 不但總統蔡英文 多次遊說林佳龍出戰新北 甚至還傳出 林佳龍已經開出條件 但黨中央很難點頭 各種傳聞不斷 也讓林佳龍辦公室 忍無可忍 強力回擊 這是胡說八道惡意重傷 感到不可思議 跟林佳龍親近的政局會成員 也忍不住為他報區 不過新北市十六度人口數高居全台第一 總統蔡英文當年也是藉著參選新北 累積的量能進一步挑戰大位 為何林佳龍堅持只選首都市長 新北因為新北他基本上是認為勝算不大 問題在這裡 你知道那邊他兩個派系都已經弄不好 他去那邊不是被夾死了嗎 你知道他那種感覺說我去不是就是 如果不要陳時中的話也是陳建仁啊 我也是林佳龍啊 你知道他現在早眼的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選台北市長進可以攻這個 二零二零二四的總統嘛對不對 至少沒有的話我保住這個地方 有個山海關守在這裡啊 說是站在民進黨來講啊 台北市這麼重要的地方 挑戰台北市雖然勝算比新北市高一點 也可以累積更上一層的政治量能 但是林佳龍堅持不讓步 勢必打亂黨內的選戰佈局 不但可能影響年底選戰勝敗 對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是一場豪賭 環宇新聞 宋君 江柏偉 鄭友廷 楊紫玉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